今天和大家分享刺绣名字的一种方法,这是背面的样子。 先用回针绣把名字的轮廓绣一遍。 有弧度的地方要缩小针脚。 有弯折的地方也要缩小针脚。 有弯折的地方也要缩小针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用锻锈覆盖字体 线的走向乘45度角 排线尽量要整齐 不要有空隙 跨度比较大的针角 可以先找准正确位置再入针 猴哥猴哥 你真了不得 五行大山压不住你 蹦出个孙行者 用水削笔在字上画出现的走向 防止排线歪斜 没改变老孙的本身 把一根豪猫吹出后腕鸽 扎一扎眼皮 能把鬼识破 放个梗斗十万八千里 斗一斗 回风 山崩的夜恋 哪里有难都想你 哪里有弦都有歌 神机应百战大头针 城河阳山心如风 你的美名万人传 你的故事千家说 金骨帮啊永山说 烧情天下庄 你真了不得 猴哥猴哥 你真了不得 五行大山压不住你 蹦出个孙行者 猴哥猴哥 你真太难得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 你学会了吗 台边老顺的伴生 演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